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到底什么是波罗 波罗蜜心经 为什么这篇会被大家所广为推崇 被认定是非常殊胜的一品经文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或是关注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每月或是每年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好 我们所谓的波罗蜜心经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心经 长期以来都被推崇 因为应该念 或者是时常要读的佛教书胜经典 其实波罗蜜心经 它是阐述佛教中的大乘佛教里面的空向 以及波罗思想的经典 什么是空向? 空向在佛教中相关的论述很多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杂阿含经 还有大空法经 第一空经 中阿含经 小空经 大空经 等等 它的主要的思想是诸法空向 那到底什么是空? 空到底又是什么呢? 老师 这里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跟大家说明 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你眼睛所看到的任何形象 因为对佛教的思想而言 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形象都是灰飞湮灭 归于穷仓的 所以你执着在你所见的美色财富色身 香味触法或是一切足以让你着迷的 其实都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讲到这里啊 可能会有很多的人会觉得是说 哎呀 佛教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空幻了 我口袋里面的钞票是真的 我吃的美食是真的 我看的帅哥美女也都是真的 你怎么可以说这些都是虚幻的呢? 我不但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吃得到,还拿得到 怎么会是虚幻? 你才虚幻 你全家都虚幻 其实佛教的思想啊 并非不能用科学来验证 就拿空相来说 佛教里面说的一切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凡事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从科学上的角度眼光来说 他并没有是错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物质啊 几乎大部分都是由碳分子所组成的 你看到所有东西 哪怕是一块石头 或是一个璀璨的钻石 都是一样的成分而已 都是一些旋转的碳分子 按照不同的排列模式而形成的物质 而这种物质啊 并非是你以为的物质 而是仅仅是一个排列组合不同的形象而产生的 钻石 它是碳分子 黄金 也是衣服 也是我们所眼睛所见的 只要是我们以为的样貌 在真实的世界中 它从最软的石墨到最硬的金刚石 都是碳分子所组成 所以曾经有一位科学家说 如果把自然界中各种形式的碳 全部把它集合起来形成的东西 我们可以称作它为生命 那么新经里面所提到的 空不亦色 色不亦空 这句话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佛教 或是一个生命的哲理 而是它可以衍生出这世间的一个救急的真相 或者是真理的 你怎么看呢 而我们今天谈到的心经 其实是大品般若及小品般若 为一切法实相教理 是大般若波罗蜜多金 加以浓缩而成两百多个字的极精简版 所以这个精简版的心经 是一部极重要的经典 它把他所有的精华思想都放在这两百余字里面 而这个心经常常被认为是可以与金刚 波罗蜜经相互诠释的经典 其实不只是金刚经 就连道家的经典 太上老君说清静经 也是老师每天都在修持的经典 它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对生命哲学 或者是这样子一些玄学有兴趣去了解跟研习的 有人就觉得道德经实在太长篇大论了 那么你可以去阅读看看 太上老君说清静经 是一个提升自我敬仰 不错的经文 而所谓的波罗蜜多 它的意义指为什么 1.9就是智慧到彼岸 或者自信到彼岸 以及明度到彼岸 由于它的含义太多 其实这要去解释的话 它是属于五不翻里面的范畴 什么是五不翻 就是佛经原文之中五种极难翻译含义太多 或是意境过于深远 而可以不翻译的段落 那么是哪五种 老师会在其他的视频 我们再跟各位来做解释 今天我们还是专注在我们的心经里面 而我们心经的源头 也就是所谓大波罗经 它是谁来翻译出来的 它是由唐朝的玄奘法师 也就是西游记中专门搞事的唐三藏所翻译出来的 全书共有多少? 六百卷 大概的成书的时间 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 其他的后面各几个惠评 是在后面几个世纪中 才陆续编转成书的 所以这里老师必须跟各位说 所有的佛教经典都是挂世尊的名字来出书 但是其实都是千百年下来 各个时代的高僧大德一起淬炼出来的智慧 之前老师说过 世尊他是西元前六世纪的真实人物 世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没有写下一个经文的字 而是在世尊他灭渡后 由弟子阿难尊者所回忆出来的 他博学强记 所回忆下来的 的跟世尊的所有的言行记录 所制作出来的经典 而这又并非只有阿难一个人所著作 所以佛教流传了数千年下来 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无论任何经典 我们要先明白的 他是传承佛的智慧 但是他却又非世尊一人的思想 如果我们是把佛教当准崇拜世尊而言的佛教 那这绝对不是世尊的本意 如同老师说的 佛教它是一个文化 它是一个思想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 或是我们又必须非得按照经典里面所说的 你必须遵行不疑 这就是有真意的地方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新经里面就说到舍粒子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不增不减 舍粒子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这个是舍粒子 就是世尊的 比如说佛牙舍粒 或是法舍粒 或是肉舍粒 是一个高僧大的 他们的功德所熏陶出来的一个结晶品 但是这里的舍粒子却又不是指这些舍粒 因为真正的舍粒 这里面舍粒子指的是佛舍粒 什么是佛舍粒 这是佛的经典 佛的经典是什么 是法华经 是金刚经 还是般若经 还是人缘经 都不是 是什么 因为佛说一切法 皆是佛法 什么是佛法 这个佛法 那是要我们舍弃的一切 遵行的所谓的断舍离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们全部看破红神 我们全部出家了 去持宅念佛 过一辈子 当然不是 心经里面有说到 以波罗 波罗 蜜多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故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这段什么意思呢 从里面我们可以稍微衍生出来 我们刚刚讲到了 波罗 波罗 蜜多 他的意义为智慧到彼岸 自信到彼岸 以及明度到彼岸 老师简单的去说明他里面的意思 就是你要端正心思 不以物而喜 不以己旷而悲 我们要能够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了解选择背后的意义 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明心见性 现世圆满 家庭和乐 彩柄 风云 所以当我们能了解波罗 波罗蜜多的道理的时候 那么无苦即灭到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呢 老师过去说过 世界上痛苦的来源 最大中不外乎两种 哪两种 第一个 你想要的得不到 第二个 你拥有的又失去 其实我们放开来看 无论生老病死 无论悲欢离合 几乎都是基于这两个要件 而让我们产生了心境上的 精神上的 或是物质上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从佛的智慧里面 所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把我们刚才两个痛苦 稍微改一下 改几个次 我们试看看 我们想要的得不到 那就不要了 我们失去的 那就算了 那请问这世间 有什么可以让你感到痛苦 有什么可以让你魂牵梦淫 有什么让你可以日夜揣揣难安 所以经文中的已无所得故 这就是说 这世间我们从来没有拥有什么而来 光屁股来的 我们也没有会拥有什么而去 我们烧了一干二净 所以我们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来 也没有什么东西失去 那么我们衡量人事物的标准 是真的 你必须拥有很多财富 叫做你的成就 还是你必须要豪宅名车 这些石头搭建而成的 金属组装而成的 你拥有很多 你叫做幸福 还是能够让我们身边的家人 让我们的客户 让我们同事都能因为我们的付出 而感到快乐与满足 或许这个我们可以称为圆满 心经里面短短二百余字 里面要阐述的无次无尽的一个大智慧 如同中华文化 有一段叫做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短短九个字 却能够道进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 我们一般人 不要说是天上人 什么特朗普 或是什么样的伟大领袖 我们一般人只要做到前面四个字 能够修身能够齐家 就足以让我们自身圆满 不是吗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全国本文化》推出的 《心源易满大名誉》以及《成名誉》 正面都有刻上了整部的心经 背面都有刻上六字大名咒 老师特别把它取名为大名与成名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自身大名 而明星 心境成名而自会显 下方的说明 有中国与台湾贩售的卖场位置 需要的可以前往观看说明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